4月4日播出的《设内相亲》第11集 为观众带来了泰晤和夏丽若气腾腾的窝视场景 这也是该剧最长的床戏 然而与第二对夫妻 病毒床戏的爆炸性反应相反 韩国网友对期待已久的主要夫妻之间的成人浪漫场景 表现出负面反应 大家一致认为 泰晤和河丽之间的床戏 非但没有火辣性感 反而显得笨拙 甚至让人觉得好笑 化学反应和导演都平淡无奇 两位主角看起来都没有床戏经验 所以展现出的化学反应非常不正常 另外还有人指出夏丽的穿搭也不合适 她的裙子太长了 让现场看起来不那么吸引人 只有暗消息露出上半身是不公平的 在男女平等的时代 如果你想脱衣服 两个都应该脱 如果你不想脱 那么两个都不应该脱 为什么只有男性角色必须脱掉上衣 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 这是什么 从身体移动的方式 到拍摄角度 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 泰晤像提包裹一样 把夏丽从桌子上抬起来 这不是心动 我第一次看重细 没有任何情绪 爱都含舍 没人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